至於軟蒙的樣子生殖人心 但是浣熊其實超級邪惡 不只會大鬧住家 還會亂咬人搶食 讓社會不安寧 甚至也會危害原生物種 而原本盤踞在北美洲的浣熊 率領5萬大軍入侵比利時 讓當局沒折 撲殺不還 只能叫民眾學著和浣熊共存 可愛的浣熊看起來溫和無害 各種搞怪的樣子 逗樂不少人 但其實浣熊根本惡名昭彰 亂咬人 搶食物 躲在垃圾桶裡伺機而動 他們適應力強 破壞力更強 還一點也不挑食 看見有人在吃餅乾 見烈欣喜 連錢包都要搶 幾乎是橫行北美洲的黑道浣熊 又被冠上垃圾貓熊的臭名 現在5萬浣熊大軍 已經大舉入侵比利時 不只造成民眾困擾 還威脅到原生物種 東西夾擊讓比利時很頭痛 怎麼撲殺都沒轍 只能無奈的叫居民學習和浣熊共存 還得保護原生物種不受到危害 聯合國統計像浣熊這樣的 218種外來入侵物種 造成超過1200次地區性的族群滅絕 在全球造成的經濟損失 每年就有13.6兆台幣 不只環境 連經濟 文化 都難逃外來入侵物種的魔爪